全球疫情方面 以色列研究顯示 第四劑疫苗加強針對抗Omicron效果有限 但當局仍然繼續為民眾接種 龐希倫報導 以色列有醫院自上個月起 試驗性為超過270名醫護人員 接種第四劑疫苗加強針 醫院的初步研究數據顯示 第四劑對抗Omicron效果有限 雖然抗體水平稍有上升 但不足以阻止Omicron擴散 而以色列已決定為所有60歲以上人士 接種第四劑 衛生當局亦表示 第四劑疫苗將抗體水平 恢復至接種第三劑時的水平 對於長者群體尤其重要 同時預測 尼泊Omicron疫情下星期會開始有所緩解 另一方面 在自然遺傳學期刊上新發表的研究顯示 確診後是否失去美角或臭角 與患者鼻腔組織內的一種基因有關 其中東亞或非洲裔的美國人 失去美國與臭角的機會低於歐洲血統的患者 日本方面 全國新增感染今天創下單日新高 有超過27,000宗確診 首相岸田文雄今天表示 計劃從1月21日至2月13日期間 對首都東京及臨近12個地區 實施準緊急狀態 包括限制餐飲業及聚會 澳洲今天新增約7萬3,000宗確診 死亡人數創下新高有77人 墨爾本醫療系統因患者人數激增 醫療人手短缺宣布進入緊急狀態